hello大家好 我是鸭子 我是韦杰 韦杰 听说你也回去了 是的 今天回去 这么多回去 因为家里面有点事情 家里面有点事情 然后和这个女孩也在了解当中 在这边多晚几天吗 晚几天 到时候有机会 会过来的 你这样回去我一点舍不得 是吧 毕竟相处也好几天了 是的 相处好几天了 感觉压根还是人挺好的 在生活上帮助我的一个人 反正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像朋友一样 是吧 反正我们都是烂熊烂地一样 差不多吧 烂熊烂地 都是为了找对象 找到对象就好了 对啊 如果是找到对象 以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共同奔小康嘛 对不对 这个主要还是结婚为目的 是的 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相亲 那你等一下就走吗 等一下就走 因为我昨天跟小小也说了的 就是说我回去以后 我们就是说经常的视频聊天 然后把家里的父母也可以就是说 用视频相互认识认识 了解了解 我感觉这两天桥水好多 确实桥水有一点 晚上别熬那么晚 是的 是的 包括这段时间 现在胜利也被我好多了 因为前段时间是一直胜利不在状态 所以说心灵什么都不会去想 现在好多了反正慢慢走 是的 是的 这个东西要随缘 相亲这个东西要随缘的 不要着急 压哥还是挺棒的 随缘吧 随缘 随缘 你说激发的东西也激不来 对 只能随缘 这个遇到合适的慢慢了解 对 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是相亲成功了 就是结婚了 下次有什么绝招 教一下 别藏着业着 那必须的 首先不要脸 对 你看我们玩的这么好是不是 有什么好的绝招可以教一下 教一下就是 怎么说呢 我谈女朋友就是 脸皮厚 脸皮厚 然后就是 对她好一点嘛 就是多美一点 女生无非就是吃喝玩乐 这种小女生的话 带她玩好吃好 小手就慢慢的牵一下 这样子拉的是不是 对对对 最近两天 我看了视频好像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摸着 对对对对对 我也不敢就是直接就是 要慢慢的牵入进去 慢慢的牵嘛 怕她不同意了对不对 刚开始有没有脸红 肯定会有啊 有脸红 心里会不会紧张 紧张的很 这个东西也要慢慢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心动的感觉 包括之前 没见面之前和她 视频聊天的时候就有心动的感觉 然后就在 呃 经过几天的就是了解 然后就确定了见面 什么都有一个开头吗 是的 是的 有好的看到才有好的结果 结果对吧 是的就像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碰触了爱情的火花 然后回去就收获了满满 对 这个遇到了就是好好自己去珍惜 是的 就是说三心二意 对他一个人就是好好地去了解 去维护这一段比较好的缘分 是的 所以说家里面说我要去搞 其实也不能说要去搞 是吧 毕竟就是说找一个人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那种 你说是不是 是的 这个是一辈子的 一辈子 一辈子的大事 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真的 是 魏坚 怎么了 鸭哥 那到时候预祝你成功 必须成功 我等着你到时候喝你的喜酒 可以的 到时候去我们湖北玩一下 我们湖北也有挺多小吃的 名小吃 比如说武汉饿干面 粥喝鸭呀 等等 行 我不是女生 我不是女生 别老说我这我就说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搞得有点露霸 真的还没去过里面湖北 有机会可以去一下玩一下 你们那边也是平原是不是 是的 我们平原 然后也相当于是 鱼米之乡 但是我们市的话是状元之乡 天门市是状元之乡 天门是吧 嗯对 行 反正你结婚了 我就到时候去你那边 而且我们天门的山珍 就是珍菜挺出名的 欢迎大家可以有机会的时候 来我们天门来吃一下珍菜 辣不辣里面那边吃的菜 吃的菜 有的辣有的不辣 要看哪个地方是不是 对对对 行 有机会一定去 反正到时候接杯 是吧 反正我们 这个都有联系方式是吧 是的 还有就是做鸭子哥一路长活 好 谢谢 谢谢兄弟 越来越多 好好好 支持他的越来越多 好 祝你一路顺风 好的好的好的 路上开车慢一点 因为开车有时候一个人也不好开 有时候挺 我会慢一点的 对 行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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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